过儿院真千金抢我的系统 我反手抢他的爸妈 后来他歇斯底里不能赶我走 我离开这个家就会被系统抹杀 我笑了 这个借口我已经用过了 你再说没有人会信 求求大家关注小斗爱睡觉 小斗跟你们是真玩哦 给小斗一个赞会开心一整天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叫乔弯弯 上辈子首富的亲生女儿从过儿院被接回家时 他毅然决然地带上我 他的理由是他长得漂亮啊 我很喜欢 所有人都信了 但我被他设计致死后才发现 原来他抢了我的娱乐圈系统 并且跟系统签下恶毒协议 他会选择一人绑定 谁被赶出家门就会被系统抹杀 而留下的人则会获得那人的双倍美貌 真千金毫不犹豫地绑定了我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我死后 他的美貌翻倍 借助那张脸进了娱乐圈 快速成为一线女明星 被誉为娱乐圈最美花瓶 每逢有人说起他的脸 他都会笑得自信 长大了也就长开了 感谢爸妈赠予的基因 那时 除了已经死了的我 没人知道这滑稽的真相 我以为我等到烟消云散了 都没办法为自己报仇 但没想到 我重生了 重生在了首付来孤儿院 找到亲生女儿的那天 我清醒后就知道 真千金已经再次抢夺系统 并绑定了我 我毫不犹豫地去孤儿院的玩具堆里 翻出了个破烂的小熊玩偶 上辈子我听说 真千金走丢的时候 就抱着这个小熊玩偶 只不过随着年龄增长 真千金完全忘了这件事 真千金认亲刚结束 正准备开口说 把我戴上的时候 我假装不经意地 把小熊玩偶 从包里掉了出来 果然 首付夫妻的反应就变了 首付 这个小熊是 真千金看了一眼 应该是过院院准备的玩具吧 瞧弯弯你也不嫌他脏 我看了他一眼 洋装怯生生地说 我就是看他觉得亲切 但小时候 真千金刚开口说 要将我戴上 首付夫妻就迫不及戴个同意了 在豪车上 我仔细打量着 和真千金的容貌 也不知道他被抹杀掉后 我的颜值能上升多少 刚到家 真千金乔岁欢 就率先出手了 爸爸妈妈 乔婉婉虽然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但在过院院时 我们很要好呢 我想让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 可以吗 乔岁欢挽着我的手臂 笑得憨态可居 上辈子他也是这样 而我当时感动的直接哭了出来 后来我才想明白 只有把我放旁边 他才能更好地陷害我 去达成他的系统任务 一般人很难相信 15岁的孩子 会有那么深沉的心悸 果然 首富爸妈感动极了 当即就把他抱在了怀里 爸妈的乖男男啊 真懂事 万万 你也过来吧 以后我们也会好好对你 我假装怯懦地走了过去 乖巧地用脸颊蹭了蹭羊母的肩膀 重活一世 我早就了解了 这对首富夫妻的习性 羊母有一只最喜欢的猫 平时 他最爱小猫这样子 和他撒娇了 果然 羊母眼睛亮了亮 看向我实面上多了一丝恋爱 有点病态 但我不在意 首富夫妻耳根子最软了 上辈子乔穗欢讨得了他们的欢心 耳边风没少吹 我的委屈更是没少受 放着明摆的经验不用 我岂不是傻子 这辈子 我要用同样的方式 让乔穗欢从这个世界消失 不过 我现在面临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和乔穗欢 一定会被拉去做亲子鉴定 毕竟偌大的家业 怎么会允许外人染指 现在还没直接动手 单纯是先建立一下情谊 不显得这么冷漠 但只要结果出来 乔穗欢被认定了亲生女儿 来吹也是无济于事 奢华柔软的床垫上 我有些睡不着 这里是你死我活的战场 我必须费尽心思 根据上辈子的记忆 我第二天特意扎起来了 一个双马尾的辫子 白底红色印花的长裙 活脱脱的邻家妹子 乔穗欢看到后 直接嘲笑出声 乔婉婉 现在咱们是在首富家 你别把过任的那一套 带回豪宅里行吗 穷酸 说话的功夫 养父母也下楼吃饭来了 他上前挽着养母 继续笑话我 妈妈 你看看 弯弯穿的 跟上世纪村姑一样 咱们今天不是要出去 见外国外婆吗 穿成这样 会不会丢人呀 我洋装茫然的看过去 果然 养母眼底浮现出泪光 在她身后的养父 也震住了 夫人 弯弯真像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养母哽咽了下 快步走近 拉着我的手 激动的只剩下点头 我一脸的不知所措 让他们看我的眼神 更加心疼 而另一边 憔悴欢人都傻了 爸 妈 我上辈子看过无数遍的相册 养母 真的 傍晚这身打扮 和我年轻时候 几乎一模一样 一会去让你们外祖母看看 她肯定激动的掉眼泪 乔穗欢的面上只剩错愕 我垂眸掩盖笑意 第一步棋 我下赢了 我比乔穗欢 更快的融入了他们 乔穗欢一直以亲生女儿自居 但养母突然对我的亲密 让她感受到了危机 她又开始像上辈子一样 找我的茶了 栽赃陷害 毫无底线 从外祖母家回来后第二天 养母就发现自己丢了一条项链 找了一圈后 养母放弃了 算了 也不值什么钱 乔穗欢却忽然化身正义使者 在自家怎么可能会丢东西 不行 咱们好好找找 如果真的丢了 那说不定是有人偷了 我听懂了她的言下之意 没猜错的话 这条项链 现在就在我的屋子里 算了 一条项链而已 谁喜欢就拿去 乔穗欢眉头紧锁着 那怎么行 是啊 那怎么行 我也一起站出来 妈 你还是好好找找吧 我和穗欢才来家里就丢了东西 这项链要是找不到 我们俩谁也说不清了 养母这才同意 乔穗欢笑着 目光在我的脸上转来转去 她好像对我的这副皮囊 吃在必得一样 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无辜 她抢先开口 妈妈 从我房间开始找吧 乔穗欢的卧室里当然没有了 门到我房间了 但我不慌 因为刚刚在她卧室里 我不留痕迹地捡了些头发和指甲蟹 藏了起来 走到我房间门口时 乔穗欢故作为难 弯弯 你只要坦白 妈妈一定不会怪你的 项链是你拿的 对吗 我诚惶诚恐地摇头 满脸惊慌 妈妈 我没有 乔穗欢打断了我 妈妈 我本来怕说出来你会伤心的 昨天我还看到她 偷偷进去了你的房间里 我以为是妈妈找她说悄悄话 没想到竟然是为了偷东西 养母微微皱着眉 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 她耳根子软的毛病又犯了 不过也好 我正愁找不到里有演戏呢 我没说话 直接打开了自己的卧室门 乔穗欢手当骑冲跑了进去 在床上翻找了一通后 直奔我的梳妆台 穗欢 没有就不要再找了 养母始终没有动手 但也没有什么实质性 阻止乔穗欢的举动 下一秒 乔穗欢从梳妆台的抽屉里 拿出来了一条项链 妈妈 你看 我就说吧 她真的偷了你的项链 养母震惊地看了看我 又仔细检查一下项链 真的是我的 弯弯 养母拿着项链 痛心疾首 你才来几天 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这一条项链本来不值什么钱 你想要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去买 为什么要偷 乔穗欢在旁边不断地拱火 还夸张地捂着心脏 后退了两步 弯弯 我以为你在过院偷东西的习惯 出外后能改好的 我好心好意带你来我家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乔穗欢故意高声说 家里的几个保姆都听到了 正好这时候养父也进了家门 怎么了 乔穗欢天又加醋地 把事情说了一遍 养父也忍不住沉下了脸 我红着眼睛摇头 爸妈 这条项链真的不是我拿的 不等养父母说话 乔穗欢冷笑开口 人赃俱获 你还想找什么借口 养父母看不到的角度 乔穗欢从我冷笑着 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我不着痕迹地扬了扬唇角 下一秒 直接扑通跪在了地上 爸 妈 这条项链真的不是我拿的 养母转过身去没理我 显然是对我失望了 弯弯 我们家恐怕是留不得你了 养父冷声对我说了一句 乔婉婉眼中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但我怎么可能让她得逞呢 我抹去眼泪 毅然决然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养父母回过头来 眼睛瞪大了一圈 乔婉婉 你报警干什么 我跪得笔直 爸 妈 如果项链是我偷的 你们可以直接把我送进警察局 家里就只有咱们几个人 项链上的指纹肯定能找出小偷 乔穗欢明显慌了 时 什么指纹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她急得想把项链夺走 不过被我拦下了 乔婉婉 你安得什么心 爸妈身份不一般 你不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吗 因为一条项链就报警 你是不是故意想让爸妈出丑啊 你这个没安好心的小野仲 我没在意乔穗欢的话 抬头看向了养父母 眼泪正好夺眶而出 下一瞬 我就知道 养母犹豫了 我挺直了几倍 坦坦荡荡 爸 妈 现在只有警察能证明我的清白 养父皱眉 那你也太冲动了 岁欢说的对 咱们家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出名的 乔岁欢拼了命的点头 像在保卫家族荣耀一般 但我知道 这条项链上只有她和养母的指纹 警察到了 她偷项链的罪名就立住了 她不敢 很快 警车声就逐渐靠近 到了楼下停了下来 最终 养父没让警察进门 三两句话把人打发了回去 这件事就算了 再有下次 自己回去孤儿院 虽然算了 但我知道 如果我直接应了 那这次我就输了 我不动声色的拧了自己一把 用生理的疼痛 逼着自己眼泪啪哒啪哒的掉落 不用了 我哽咽着开口 倔强的站了起来 爸妈不愿意相信我 又不让警察来还我清白 分明就是想让我回孤儿院 我走就是了 转身的瞬间 我看到了乔岁欢面上 抑制不住的兴奋 可养母不一样 她急着上前拉住了我 弯弯 妈不是那个意思 弯弯 妈妈相信你 说不定是家里的阿姨 收拾东西忘记了呢 我垂了垂眸 决定提前实施 早就计划好的一件事 我泪眼婆娑的看着他们 爸妈 岁欢 你们好好生活吧 我走了 说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 我被莫名其妙的系统绑定住了 被赶出这个家 我就会被永远的抹杀掉 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乔岁欢傻眼了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但养父养母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养父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没多说 摇摇头直接出了门 不过关门前 我在养母开口喊我名字的瞬间 故意倒在了地上 是的 我在读 赌我前两天的精心打扮 贴合他们所有行动女儿形象的角色扮演 有没有深入养母的心 我赌对了 在我倒下的刹那 养父母就快步走了出来 把我直接抱起来 弯弯 好好的 怎么会忽然晕倒了 养母掐着我的人中 听着颤抖的声音 就能感受到她的慌乱 不过就在养父母着急着喊救护车的时候 乔翠欢忽然茫然的呢喃了一句 看来 系统真的是真的 既然是真的 那我 她后面的声音逐渐兴奋 我能感受到养父母抱我的动作一顿 什么系统 刚刚 弯弯说的是真的 别管真的假的了 赶紧把她抱回卧室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我悠悠转醒 养父母在我床前守着 谢天谢地 终于醒了 养母拍着胸脱 长出了一口气 傻孩子 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 刚刚的事无非就是误会 你怎么就当真了呢 乔翠欢在养父母的身后 恶狠狠地瞪着我 她大概是看穿了我的把戏了 不过那又怎样 养父母吃我这一套就够了 我撇撇嘴 带着哭腔开口 爸 妈 养母心疼地把我抱进了怀里 哎哟 乖乖 不哭了 我垂眸趴在养母的怀里 心里无感 她只是误把我当做了亲生女儿而已 上辈子 她对乔翠欢也是这样的 就连我走后消失在了家门外 养父和养母也没找过我一次 他们不在乎好与坏 只要是他们的女儿就好 哭了一会后 养父忽然开了口 玩玩 刚刚你晕倒在家门口 吃笑了一声 爸爸妈妈 你们真的信了吗 什么系统不系统的 该不会是你编出来的谎话吧 看吧 冤枉你的人 永远最清楚 你到底有没有被冤枉 我摇摇头 没解释 我敏纯 爸 妈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也将我带了回来 但愿意带我 是不是有可能 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过完认识我就听说 有种东西叫亲自鉴定 我想 做一个 如果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我马上就走 就算 被抹杀 我也认了 养父母对视了一眼 按照时间线来说 提出了 只是没想到 我先开了口 乔穗欢养起下巴 一脸傲气 确实 他真的有傲气的资本的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啊 上辈子他拿走了我的命 但这辈子 我要他以同样的方式 灰飞烟灭 亲自鉴定一经提出 就被采纳了 不过养父母还算体贴 让我休养一下 身体再去 傍晚时分 养父母有时出门 家里就只剩下我和乔穗欢 我故意拿了的他最喜欢的山竹 在他面前经过 且 他对我冷嘲热讽 他回家出去了 想吃什么都吃不到了 我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可能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你就等着滚蛋吧 我没说话 被山竹好吃的直眯眼 乔穗欢很快就看不下去了 他一脚踢翻了垃圾桶 对我以止气势 喂 我和你说话呢 你去给我弄一些山竹过来 再给我削一个苹果 我没动 乔穗欢则站起来威胁 快点 是不是这两天的教训 还没有让你长记性啊 小心我今晚就让爸妈把你赶走 最后一口山竹下肚 我看了一眼时间 养父母说好要回来的时间 快到了 好 我这就去 我跑去了厨房 时刻听到门口的动静 听到门响后 我故意手滑 把水果刀削在了自己的大拇指上 口子不大 但深 血流得很快 血 血 我两眼一翻 直接扔了苹果 倒在了地上 脑袋磕的咕咚一声 很响 保姆阿姨听到后 立马跑到了厨房来 天哪 弯弯小姐又晕倒了 我不动声色地躺在地上 真的好疼 不过 和上辈子乔穗欢 带给我的疼痛来说 什么都不算 养父母又急急忙忙地 把我抱回了卧室 怎么回事 这次也没有离开家呀 哎呦 手上怎么有这么多血 养母一边动作轻柔地帮我消毒 一边询问保姆当时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才出去这么一会 怎么就又晕倒了呢 乔穗欢也猛逼了 是啊 系统出bug了 难道她要被提前抹杀了 妈 你看我有变美吗 养父直接呵斥了过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美不美是现在的要紧事 陈衣你说 刚刚又怎么了 保姆阿姨犹豫了一会才开口 就是岁欢小姐 让弯弯小姐帮她弄水果 后来我就听到喷了一声 进来时弯弯小姐就已经晕倒了 养父深呼吸了一口气 在开口时 言语间难免带着些责怪之意 咱们家有阿姨 你非得使欢弯弯干什么 再说 想吃水果自己不会 我缓缓睁开了眼睛 有气无力地拽了拽养父的袖子 爸 别怪岁欢 是我自己晕血 乔岁欢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 什么 在过院的时候 你怎么从来没晕过 乔弯弯 你别装了哈 够了 向来好脾气的养母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俩不管谁是亲生的 都是咱们家的女儿 姐妹应该同心才对 说完 她又看向了乔岁欢 岁欢 当初是你执意要带弯弯回来的 现在怎么处处针对她 乔岁欢一愣 眼眶立马就红了 妈 养母别过头 气得胸膛在微微起伏 我帮她顺了顺气 明天咱们就去做亲子鉴定吧 只不过我晕血 到时候恐怕还会养父甩甩手 这倒是小事 亲子鉴定除了咽血 头发和指甲也行 养母怕我晚上又突发什么情况 居然守了我一夜 第二天 我们直接去了医院 弯弯晕血 那我们就咽头发和指甲吧 乔岁欢无所谓的摆摆手 她好像胸有成竹 我有些奇怪 难道是系统告诉她的 到了检验科 我不动声色的 把那天捡来的乔岁欢的头发和指甲 浇了上去 而乔岁欢浇的 则被我掉了包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 她高兴的一路哼着歌 妈妈 我才是你真正的亲生女儿 咱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 以后你要好好陪着我 乔岁欢趴在养母的怀里 尽情撒娇 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养母的悬在半空中的两只手 尽显无措 两久后 她才轻轻拍了拍乔岁欢的背 好 我望向窗外 看着沿途的风景 得意吧 等过几天结果出来的时候 乔岁欢就高兴不起来了 亲子鉴定的结果 需要七天才能出来 但是乔岁欢等不及了 她好像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喂 你把妈妈心给你买的那件衣服 拿过来给我穿 她吃着零食看着电视 对我随意地扬了扬下巴 我没反驳 一件衣服而已 给就给了 还有 你卡里的钱也都是我们家的 全部转到我的账号上来 我们家的东西 你一点都别想带走 我继续拎来顺手 她在我下楼梯时 随手从背后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我因为早有防备 本来不会摔的 但我还是顺从着往下倒 成功地让自己不受到大伤害 但额头被撞红肿了一块 这下 连家里的阿姨都看不下去了 等养父母回来 她拿出药箱来找我 弯弯小姐 我看看您额头消肿了吗 我再给您敷自药吧 养父母对视一眼 怎么弄的 我窃窃地看了乔穗欢一眼 没敢说话 养父母看出了不对劲 转头问乔穗欢 怎么回事 她随意调着电视节目 爸妈 她自己摔的 你们管那么多干什么 反正她马上就滚了 乔穗欢说的随意 不过也是事实 如果我不是亲生的 早晚会滚的 不过 现在结果没出 养父却不是这么想的 直接气了一巴掌 拍在了茶几上 说 怎么回事 乔穗欢吓得一击灵 但照着自己亲生女儿的身份 她愣是没怕 爸 你干嘛这么大动静 不就是她下楼的时候 我随手推了一把吗 她自己没站稳 怎么能怪我 养父脸色铁青 你在害人 去道歉 乔穗欢撇撇嘴 说对不起时还不情不愿 为了一个野丫头 这么凶自己的亲生女儿 看你以后会不会后悔 因为我受伤了 乔穗欢后面的作威作福 都被养父镇压了下去 但她也不在意 只口口声声说 就最后让我一周 去医院取结果的时候 她得意洋洋的一左一右 挽着养父母的胳膊 爸爸妈妈 一会你们就知道 谁是亲生的了 乔婉婉 我原本是想让你在我家 和我一起的 可是谁让你手脚不干净呢 你会拿到的结果 你可别后悔哦 她有些得意忘形 就连养父都微微皱眉 也是 能做首富的男人 当然能沉得住气 乔穗欢这几天过于猖狂 就差在家里称王称霸了 别说了 去拿结果吧 养母紧张地搓手 弯弯 走吧 取结果的时候 我和乔穗欢不远处等着 乔穗欢双手环臂哼着歌 乔弯弯 你知道我以后最想做什么吗 我想变成最漂亮的大美女 然后去做明星 拥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嗨 她叹了口气 但我还不想动刀子 所以只能选择你了 乔穗欢傻傻地以为 我听不懂她的话 就在我想开口的时候 养父母红着眼睛回来了 爸爸妈妈 我就说 没等她说完 我直接被养父母拥入了怀里 乖女儿 这十多年来委屈你了 都是爸爸妈妈找你找碗了 我被勒得几乎喘不过气 养母捧着我的脸 你会哭一会笑的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养父子摸了摸我的脑袋 一切不言而喻 我们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 只有乔穗欢疯了 爸爸妈妈 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她不管不顾的 把检查结果夺到了自己手里 足足有一分钟后 乔穗欢两手一松 检查结果掉在了地上 我捡起来看了一眼 乔婉婉和乔震 才有生物学关系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呢 乔穗欢摇着头 喃喃自语 系统明明告诉我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检查结果出错了 我要去重新检查 你和我去重新检查一遍 乔穗欢上前来拉我 力气大到 我的手腕都出了红印子 养父一个成年男人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乔穗欢和我分开 穗欢 你冷静一点 我们早就说了 就算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也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家里 乔穗欢冷静下来后 恶狠狠地瞪着我 不过这次她学聪明了 直到回到家后 她才来悄悄地质问我 是不是你 你动了手脚对吧 我笑得坦然 是啊 那又怎么样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乔家千金的身份是我的 我故意刺激着她 还扯了扯她身上穿的衣服 你从我这里拿走的衣服 是不是要全部送回来 还有 以后要和我客客气气的哦 不然 被自己亲生父母赶出家门的滋味 会很不好受吧 本以为乔穗欢会直接发疯的 但没想到 她竟然忍得下来 只是临走前放了句狠话 我才是系统选定的女主 你等着去死吧 这晚 我一夜没睡 乔穗欢眼中的恶毒 让我莫名兴奋 称王称霸的乔穗欢 居然一下子老实了 她收敛了锋芒 做起来了乖乖女 我也没急 一边观察着她 一边和养母促进母女关系 我开始每天帮养母 问一杯牛奶 几天后 乔穗欢忽然揽过了 热牛奶的工作 美其林曰 我不能打扰 帮我和妈妈交流感情 能住在这里 我已经很开心了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心里才踏实 一家人都以为乔穗欢 变懂事了 但是养母却毫无征兆的 开始了失睡 妈 你最近怎么总是昏昏沉沉的 养母精神有些违离 手揉着太阳穴 怎么也打不起来精神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春困 我抱有怀疑 直到晚上 乔穗欢又来给养母 送牛奶的时候 我忽然惊觉 是啊 乔穗欢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的 我觉得惊悚 没想到 她居然会对自己的 亲生母亲下黑手 我没声张 只是私下跟养母说 担心还出现 上次项链被偷的事情发生 我想在家里 装点针孔摄像头 养母虽然有些犹豫 但为了安全着想 还是答应了 我再三强调 这件事不要说出去 不然有鬼心思的人知道了 就没法暴露出来 养母同意了 趁着家里没人的时候 我悄悄在厨房 装上了针孔摄像头 第二天 我就看到乔穗欢 在热牛奶前 往牛奶里丢了一片药片 她嘴里还念念有词 让你分不清楚自己的骨肉 活该 这样的人也配当母亲 死了也不可惜 死了吧 下一个就是乔震 等你们都死了 就没人能把我赶出这个家了 到时候 一切都是我的 我淡淡地看着 怪不得乔穗欢 最近这么老实 原来是想忍辱负重呢 我本可以把这监控录像 交给养父母的 但我却想用另一种方式解决 晚上乔穗欢再次送牛奶时 我把她拦在了门口 她掩着眼底的恨意 冲我歪歪头 有什么事 我接过了牛奶 仔细看了看杯底 嘖嘖嘖 老妈最近总是迷迷糊糊的 你说是什么原因 乔穗欢面无波澜地低下了头 不知道 我笑了笑 让她看了一眼杯底 这次做事做得不仔细 你看看 杯底还有要渣呢 乔穗欢抬头的时候瞳孔一震 端牛奶的托盘也掉在了地上 你自己看看 乔穗欢紧紧地攥着双拳 额脚抱出来了一根青筋 你想干什么 这里不方便说话 我率先回了自己的卧室 乔穗欢紧随其后 锁上门后就露出了以往的嘴脸 乔婉婉 你怎么还不死 这里的一切本来就是我应得的 凭什么你全部都霸占了 凭什么 我看了看四周的一切 这些确实不属于我 但我好像还没到该死的地步吧 乔穗欢 从你选择绑定我的那一刻 咱们俩就注定了 是你死我活的结局 乔穗欢眉头紧锁着 第一次对我有了防备 我笑音的接过她的话 我都知道 不过 你猜现在会是谁去谁流呢 我给乔穗欢看了那段视频 我很确定 她已经对我起了杀心 不过在她动手前 我指了纸衣柜顶 监控 那里也有哦 乔穗欢看了一眼闪烁的红点 又默默地把手收了回去 乔婉婉 别以为就只有你会用苦肉计 我无所谓地摊着手 眼底的笑意深不见底 谁会相信你 我有证据 而且 你觉得他们会不相信自己的亲生女儿 选择相信一个外人吗 乔穗欢似乎这才意识到 自己艰难的处境 她慌乱地四处乱瞟 额头也冒出了一层细腻腻的冷汗 可笑的是 最后 她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弯弯 求求你 你不要告发我 咱们两个都留在这个家好不好 我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 我就乖乖地做一个背景板 我不想死 求求 她的话没说完 我听到了一道冰冷机器银 系统 系统只为一个宿主服务 若规定时间内任务没有完成 宿主与被绑定者将一起毁灭 嘴角的效益越来越大了 就算系统不提醒 我也不会和乔穗欢共存啊 乔穗欢崩溃了 她没了力气似的摊坐在了地上 抱着脑袋喃喃自语 不能赶我走 我离开这个家 就会被系统抹杀 我笑了 这个借口我已经用过了 你再说 就是狼来了的故事 没有人会信 乔穗欢忽然看向我 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那我应该怎么办 求你告诉你 我应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想死 我任由乔穗欢跪在了我的脚旁 佯装认真的给她提议 他们不相信 那你就跳出系统 用更直接的方法表示啊 威胁也好 自残也罢 他们总不会眼睁睁看了一个生命流逝的吧 乔穗欢懵懂地点点头 从我卧室里走出去的时候 跌跌撞撞的 整个人像丢了魂 这是我重生后 第一次期待了起来 期待乔穗欢 这次会怎么做 我故意在养母又一次睡过了午饭后 单独关心地问 妈妈 你最近睡的时间太久了 要不要检查一下呀 养母想了想 把私人医生叫了过来 很快 结果就出了 养母试睡 是因为服用了太多本二氮桌类物质 俗称 安眠药 养母脸色难看 阿姨 检查一下咱们家里哪有什么安眠药物 弯弯 你最近有没有和妈妈一样的感觉 有的话咱们快点去医院检查 还有你 老乔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和养父纷纷摇头 正好乔穗欢走了过来 养母紧张地抓着她就问 穗欢 你最近是不是也是睡 为什么你的精神状态这么差劲 乔穗欢身子一僵 不等她狡辩 保姆阿姨在她的房间里 翻出来了一瓶安眠药 夫人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乔穗欢脸色煞白 瘫坐在了地上 养父和养母逼问清楚后 勃然大怒 养父更是气得一脚 踹在了乔穗欢的心窝上 报警 必须报警 乔穗欢呆愣的眼睛 渐渐回神 她看了我一眼 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猛地站起来跑了出去 我知道 她是想用生命做威胁 养父气得拍桌 乔穗欢 你给我站住 今天敢给人吃安眠药 明天你就敢杀人 赶紧跟我去警察局 我把精神状态 堪忧的养母安顿好后 回房间待了一会儿 再次回来时 一脸担忧 我把其他 对我不利的内容都删了 只带回了一份完整版的 乔穗欢下药的视频 爸妈 我没想到岁欢会这样 她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呀 爸爸 我们去看看岁欢吧 她可别做傻事啊 养父气得脸色铁青 养母更是差点昏厥了过去 一通忙乱后 养父咬牙弯弯 跟我一起去找乔穗欢那个孽障 我要看看这白眼狼 到底有没有良心 我欣然同意 毕竟 最后胜利的见证 我必须在场 乔穗欢是跑到了 最近的写字楼楼顶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她正声味俱下地看着养父 爸爸 我真的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养父看着她 眼底满是冷漠 亲生女儿 会给自己的母亲下安眠药 还要害死我们两个 只为了不被赶出家门 乔穗欢 你滚下来 自己去警局自首 我就不会对你再出手了 否则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乔穗欢不仅没下来 反而来往边缘挪了挪 她崩溃的大喊 声嘶力竭 你不能送我去派出所 不能把我赶出这个家 否则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让你愧疚一辈子 养父没有一丝触动 就你这样 还想住在家里 做梦 死可以 但要死就死远一点 有我在的地方 以后不可能有你的立足之地 我没有你这种恶毒的养女 乔穗欢脸色煞白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出声 养父现在赶走乔穗欢的样子 和上辈子赶我走是一样的无所谓 但我知道 这句话是系统抹杀乔穗欢的证据 果然话音刚落 乔穗欢突然身体僵住 就这么直直地倒了下去 我尖叫出声 养父也不想看到 一条命在眼前消失 冲过去就想抓住乔穗欢 我和养父都被带去警局做了笔录 但是楼顶恰巧有监控 证明了我和养父的清白 不过 养父脸色有些难看 回去的路上 他终于忍不住问出来 语气里 我听出了他的一丝不解 弯弯 他到底为什么自杀 难道就因为我要赶走他 你可能说对了 他精神真的有点问题 我垂眸淡淡地嗡了一声 上辈子我死后 不知道养父有没有 也这样疑惑过 但一切都过去了 我也不想再去追究 因为乔穗欢的死 养父养母的精神 我在镜子面前 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自己的脸 本来就被众人夸赞的颜值 不动声色地更加精致好看了 我看向乔穗欢跳楼的那个方向 忍不住笑了 如果他不那么贪心的话 根本就不会死 他只会靠着系统 逐步地成为娱乐圈那颗 闪闪发光的明星 可惜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很快 我去到哪里都能碰到不同的星探 劝说我入娱乐圈 说我这张脸 一定能成为下一个紫微星 但我对这一切都不稀罕 我转身找了养父母 直接挑了一所最好的高中 诸笑 离家很远 上学那天 养父养母抹着眼泪送我 弯弯 爸妈只剩下你了 是啊 只剩下我了 看在他们这辈子 让我一时付足的份上 我会替乔穗欢给他们养老的 毕竟 这是一场交易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